今天的金字報帶觀眾朋友來聚焦到台南新營區 在昨天是驚傳了一起命案 有兩名男子疑似喬債務爆發了衝突 其中一個人緊急送醫仍然是宣告不治 警方就懷疑參加鬥毆的犯嫌不止一人 目前正在擴大的追查其他共犯 深色車輛2號凌晨來到台南柳營奇美醫院 車上一名男子全身傷痕累累 被醫護人員抬進急診搶救無效 經初步調查使者是有朋友自行開車送醫 駕駛將人丟包醫院馬上離開現場 過程全被監視器拍到 幾個小時後 這名曾信男子前往新營分局自稱涉案 案發地點在新營這間透天明宅內 門前還停了一部市價超過300萬元的豪華商旅車 警方在現場围起封鎖線 這裡曾經是詐騙集團機房 被警方攻堅瓦解後重新翻修 曾信嫌犯公稱與20多歲理性死者有債務糾紛 相約民宅談判 過程中爆發衝突 他承認出手痛毆被害人 接獲流營欺滅醫院通報 有民眾因受傷而死亡案件 本文局立即啟動調查 根據了解 偷天錯經常出現大批年輕人出入複雜 加上死者身上的頓挫傷疑似不止一人所為 警方懷疑有其他人涉案 不排除是詐騙集團黑吃黑引爆糾紛 記者楊烏華談談報道 美國警方 長官 金浩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